大家好 晚安 这里的全球现场 我们持续带你来聚焦的是 美中元首即将要通话了吗 这是根据美国之音的一个最新的报道 美国总统拜登还有大陆国家主席习近平 即将要通话了 好 时间点没有说得非常明确 只有说是近期有可能是这几周之内 这也是两位元首在今年的四月份之后 再度通话 那预计当然双方谈到的会有一系列的问题 包括了台海议题绝对是会被谈到的 另外还有美中之间在方方面面的合作 还有打击芬太尼跟AI风险的安全性等等 以及这个美国最在意的就是 中国大陆在俄乌战争当中扮演的角色 毕竟美国先前就已经多次指出 希望中国大陆不要再以任何方式 提供武器给俄罗斯了 好 其实呢在上个月底的时候 9月27号这一天美中的外长 双方就在纽约这边有过会面 双方也有进行个沟通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当时就强调说 有必要保持中美领导人之间的 沟通的管道是要很畅通的 所以这句话呢当时也被外界解读说 就是预告着拜习两位元首即将再度通话 好 但是这个话要怎么样进行的畅谈 很顺畅呢 大陆外长王毅则是表明了中国大陆的立场 就像布林肯表明说 如果说美方真的很希望台海和平稳定 两国之间谈话可以顺畅的话 那就要停止武装台湾公开反对台独 好 不过美中之间有一件事情 好像这几年看起来有一些些的不太寻常 因为这几天正值中共建政75周年 那有非常多的庆祝活动 但是呢美国打破传统没有发贺电 像是俄罗斯总统普丁以及北韩领导人金正恩 都是有在第一时间发出贺电的 不过美国国院直到2号晚间才发祝贺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就在他的贺电当中 重申要致力负责任管控双边的关系 要维持沟通的管道的畅通 但是到底为什么没有在第一时间发布呢 当然美国也并未给出一个比较明确的做法 而另外根据彭博社的报道 现在指出说美国的中央情报局 也就是CIA对于掌握中国大陆的情资的部分 现在祭出了冷战时期的做法 表示说现在有透过一些管道要招募 中国大陆的公民成为线人 好像就是想要利用一些不满大陆的领导者 来反击中国大陆 而现在CIA的副局长科恩 他也进一步指出 这样的策略其实就是来自于冷战时期 希望有一些不满政权的人民 可以主动合作提供相关的情报 还有协助了 好这几天中国大陆在庆祝他们的建政 七十五周年包括了大陆的第一艘 自制航母福建舰 还有第一款国产重型军用运输 及运二零的官兵 分别就在他们的岗位上头 录制了影片 要庆祝建政七十五周年 同样的也是另外一种宣扬军事实力 运输建议 全力博明 祝伟大祖国 万能超市 国泰彼安 祖国请放心 月二零部队祝祖国母亲 国泰彼安 国富名乡 战位有我在 祖国请放心 月二零一定行 七十五年履歴前行 七十五年尊华秋迟 洪大基部队祝古祖国 江山如画 岁月如康 万世西望 国泰江河